各位小伙伴 这个是vivo x60 pro 那发布会现在呢 基本上也开了半个小时了 了解到这个vivo x60 pro呢 它的这个后头呢 确确实实可能是vivo历届以来最薄的一款手机 它的这个后头呢 只有7.46毫米啊 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哇 突然啊 突然有了钱 突然有钱了啊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两款啊 右边的是 这样吧 这样的会有感觉 左边的是vivo x60 而右边的是vivo x60 pro 因为现在呢 我们对很多参数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和详细 我们没有看发布会 正在发布会 开的期间正在拍摄 所以有什么说的不对 请各位小伙伴谅解 也希望你们把正确的参数打在咱们的弹幕上和公屏上 好 你可以看到两款手机的这个屏幕大小好像都是6.56英寸是吧 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都采用了这么一个OLED的一个屏幕 然后两者呢 都是一个高刷新率的屏幕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个屏幕的显示余亮度里面 有一个屏幕的刷新率 两者呢 都是支持100Hz的各位小伙伴 但是很明显啊 你可以看到vivo x60 pro它的边框可能会更窄 它的这个曲率呢 会更加的曲 因为这个是直屏 不过直屏玩游戏的一些小伙伴就有福了 对吧 直屏玩游戏更爽 然后曲屏观感会更棒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两者的挖孔 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下 基本上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vivo在这一种大成的一些品控上面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要点个赞 毕竟挖孔能做到居中 然后也不大的一个表现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吧 至少从我看来的话 它会比 对吧 它会比 可能就是更三星的这个水平有媲美了 对吧 可能会比那个 嗯嗯嗯嗯 对吧 好 嗓子突然流不出 我不好意思啊 没有营养惯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两者呢 也是搭载了最新的一个系统 分别都是ORANGE OS 对吧 希望这个ORANGE OS呢 未来能够继续更新 加入一些更好的一些感受 你可以看到两者的这个系统的界面还不太一样了 有另意思 有另意思 好嘞 在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有意思了啊 各位小伙伴 Vivo X60系列呢 全系都有这么一个蔡司 蔡司印制了这个标 只不过呢 只不过啊 咱们的这个Vivo X60这个标准版呢 可能这个标会小一点 Pro呢 要大一点的 正好印射了他们的名字 对吧 毕竟Pro嘛 这边呢 可能是把这个微云台给去掉了吗 好像没有啊 但是呢 它少了一个潜望式边胶 应该也是有微云台2.0 该有的东西都有 包括烈火座1080的处理器 包括120Hz的屏幕 包括咱们的这个呃 微云台 包括咱们的这个呃 ORANGE OS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各位小伙伴 其实就很好选了 如果你想喜欢取评 你喜欢取评 那个个人建议 那咱们的这个Vivo X60 Pro就是你的一个不二之选 那如果你对这个直评 情有独钟 对吧 你又比较喜欢这个呃 呃 这个蔡司的这个镜头 你不需要买取评 那其实呢 这个Vivo X60就已经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 所以这一次Vivo的这个产品的定位还是很精准的 Vivo X60呢 给一些喜欢蔡司的小伙伴 又不喜欢取评的小伙伴 提供了选择 Vivo X60 Pro呢 给一些喜欢拍乐远的小伙伴 又喜欢更大蔡司的标的小伙伴 提供了选择 简单做的一个对比 那到时候呢 我们会出更多的视频 来体验一下Vivo X60这个普通版 这个普通版其实呢 最大的一个感受和区别就是 它这个中框呢 采用的是一个聚碳酸脂的一个中框啊 我就在这儿直言不讳了 因为说实话 就是呃 有缺点我也会说 优点我也会讲 咱们还是要做到相对的公平公正 对吧 虽然我不是很专业 但是我也会给大家用最大的努力 说出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感受 好 简单先填到这 各位小伙伴 如果你喜欢我 记得点赞留言 转发 并且关注我哈 咱们下期 拜拜 对了 这给大家体验一下两者是不是都有60 它没有60倍哈 但是这个除了60倍 咱们啊 它也是最远20倍的一个变焦 不错不错 最远20倍哈 可能C系统还是有点不稳定 最远20倍的一个变焦 够了够了 20倍 因为没有小伙伴 每天想拍这么远 对吧 20倍呢 也是拍的不错 只是没有那个潜望式拍的那么清楚了 然后 这边录像的话 它的一个光阙防抖 什么都做得还可以 我们下期 下个视频 着重体验 Vivo X 0